好 来 右脚 拉开 抛下来 小鲜肉教练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带领阿公阿嬷进行不同的体式能徒手训练 只需要一张折叠椅子 就能做出不同的动作 虽然老人家的动作没办法很迅速 但是知识却很到位 也跟着教练的指示锻炼身体 咖啡变得更柔软 更结实 感受人家身体很健康 很活泼 平常在家有运动吗 平常我是来这里一个礼拜来五次 我的协调能力随着年龄已经降低了 来到这以后我慢慢再调试自己 怎么样去把协调性抓回来 我的记赖力给它建立起来 我觉得很好 因为有这个资源 课程又安排很多 然后我来这边上课又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和我相传结果慢慢的 有信义区的 还有松山区的 还有我们过基隆那边的周美里的内务区的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南港区 全部这个族群 大家现在都融合在一个团队里面 在这个场馆里面活动 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事 另外一头教练也正带领的长辈 学习如何操作体讯能重训器材 无论是哪种器材都必须贴近椅背 再进行动作 瘦大腿 瘦白白秀还是练肌力 全都难不了长辈们 再加上老师带领的流行歌曲舞蹈 长辈们仿佛全都像上了发条似的 超级有活力 这群来自临近南港 新义内湖松山地区的长辈 每个星期固定来玉城社区 照顾关怀据点参与运动 也一同共餐 南港区域城里长黄冲志表示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至今 已经运作了三年 今年初因为疫情的关系 课程停止了半年 到了七月份才重新启动 长辈们也陆续回国 未来也将提供青少年 以及附用的课程 让市民朋友活出健康 活出自信 记得长辈华 参谎报道